图为东京地铁列车近战,中央社档案照片中央社东京八日综合外电报导东京地铁系统以干净和高效率著称,还有乘客如沙丁于搬几抱车厢的下人景象。 一项新的研究警告,随着2020年东京夏季奥运到来,大量涌入的访客恐将瘫痪东京地铁。 法新社报道,东京中央大学教授田口东以数学模型预测东京夏澳期兼某一假定日期的乘客流量。 届时,约130万名观众可能加入大东京地区800万通勤族的行列。 田口东表示,距离奥运场馆最近的车站可能发生毁灭性的拥挤情况,主要转运站和重要路限则可能因过度拥挤而瘫痪。 他指出,观众加入通勤者后,主要转运站乘客人数将增加10%至20%。 他提出警告,一旦拥塞情况发生,将出现长长的排队人龙,这将瘫痪整个网络。 田口东表示,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让通勤者在冬奥尖锋时刻留在家里,让员工放一天假,远端工作,或选择不同时段通勤。 伦敦2012年主办奥运时也鼓励市民采行类似做法,当时众多伦敦人决定留在家里或改变通勤时间,以避开人潮。 东京奥运主办单位表示,他们以针对比赛期间维持交通顺畅展开研究,但尚未敲定最后计划。 记者,蔡嘉玲,何稿,严思齐10700508